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终他们把总数接近三百万人的军队从不列颠搬到了欧洲大陆 可是在这之中只有几十万是当年敦克尔克大撤退中的老兵 其中包含了大量的新兵 于是训练成为一个重任也是一个大麻烦 当时的英国基本上就是一个大兵营 英国本土自有法国和来自加拿大的士兵 占了英国的东南北三面 剩下的地盘留给了近百万美国人 城市外走到哪都是密密扎扎的士兵和车辆 但现代武器的演习是需要较大空间的 尤其重点是两栖作战 当时的美军根本毫无概念 于是建设各种训练中心就成了当时一项重大工作 比较出名的有苏格兰西海岸的联合作战训练中心的 而美军在登陆前最少见了八个训练中心 甚至专挑和诺曼底相似的地方见 即便如此还是不行 在地日登陆日之前 美军开始拼命演习 其中规模最大的 是一次代号为老虎的演习 在斯拉普洞海滩进行 有超过2.3万人参加 从指挥室来蒙德少将 由于他的规模巨大 他吸引了高级视察团观看演习进程 包括蒙哥马蒂和艾森豪威尔 展开全文老虎演习 在1944年4月26日开始 过程中充满了错误和极度混乱 首先是时间 负责海军部分的少将穆恩 根据自己的决定 将演习推迟了一小时 但其他部队却不知道 而原因是文书出错 导致美国登陆舰和负责护卫的英国驱逐舰 使用的无线电频率完全不同 两边直接失联 更要命的是 这是一艘英国护卫舰出现的碰撞 必须抢修 于是 在另一艘护卫舰的护卫下 围基地抢修 美国人也不知道 27日晚 由8艘美国登陆舰组成 庞大舰队 代号T-4 由普兹茅斯出发 驶向斯拉普顿 这8艘登陆舰满载坦克和士兵 在英吉利海峡中裸奔 不过他们自己不知道 他们是没有护卫舰保护的 28日凌晨2点 3艘登陆舰先后被鱼雷击中 巨大的火球照亮海面 爆炸声盖过了波涛 有2艘登陆舰相继沉没 一艘被击中舰尾得以幸存 当半小时之后 英国驱逐舰全速赶到时 事件已然结束 演习变成了海难 大海恢复了黑暗 黑暗让救援变得困难 3小时之后 天色微明 这才看清海上漂浮数百具美军尸体 但是很多人都是头朝下在海中漂浮 检查发现 由于演练错误 他们将细雨腰间的救生衣穿在了夜下 加上身背装备 就成了这个姿势 估计很多人想翻都翻不过来 老虎演习导致近750人死亡 近90人重伤 美军演习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 毫无疑问 他们遭到了德军 潜艇的攻击 由于正式登陆迫在眉睫 所有人都为泄灭而担心 因为演习时 英军截获了德军命令潜艇 攻击T4舰队的情报 而如果老虎演习真被泄灭 那不久后的诺曼底登陆更容易泄灭 而登陆行动一旦泄灭 基本就意味着失败 幸好最后查明 这一切还是源于海军文书的错误 由于印刷错误 使T4舰队使用了错误的 意味着德军截获的频率 而德军由此置之 但英国截获攻击命令后 最近频率错误 又无法通知T4 各种巧合之下 终于酿成了这个灾难 事件发生后 艾森豪威尔将军亲自下达封口令 所以参与行动的军事人员不得泄露一字 而后勤人员 包括参与住制的医护人员 也不得询问受伤原因和过程 封口令让这次伤亡重大的演习 长期不为人所知 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 海滩上还能发现一些被海水冲上来那儿二战的美 军一物 当地渔民甚至知道 在不远的海底下面 还有沉默的谢尔曼坦克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